你只不过是我无聊的时候 用来打发时间的吧 罗思妍 我认真对待的女人 只能是你 情话就不用再说了 我知道你想娶我 想和我完成商业婚姻 实话跟你说吧 我根本不相信爱情这个东西 所有男人在我看来都一样 所以我也不是很在意你那些破事 这么说你是答应跟我结婚吗 是啊 前提是 你放心 我的那些事 我会处理得干干净净的 那倒不必 正好我最近有时间 我可以亲自动手 怎么 心疼了 怎么会 你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董事长 小白 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刚从国外回来的陆希 从今天起 由他担任市场总监的职务 由你来辅助他 办公室这么脏 你都不打扫的吗 我又不是打扫阿姨 你去告诉人士 给我换台新的电脑来 还有 把你的办公桌移到外面市场部去 你 叫我陆总监 小白 自己来啊 这是多人办公区 你自己办公室不用了吗 你们知道那个露西什么来头吗 露西可是人家国外名校毕业生 实力可相当啊 用实力和没本事 区别还是很大的 之前哪 拽得很 走吧 走吧 走走 吃午饭 吃午饭 走 吃午饭 咱去这家里吃吧 吃饭吃点什么呀 走 休息吧 你不怕啦 行 你看 我们公司的全新高端化妆品配方 刚才被泄露了 这个配方在这个公司 只有两个人知道 一个是董事长 另一个 就是 我的确是拿了制作部的配方 但我这是为了 能够更好地做推广工作 推广 好 那我问你 你的推广工作做得怎么样 据我所知 你的化妆品 做得一败涂地吧 所以我现在合理怀疑 是你 李英外合将配方给了其他公司 想献我们公司于不利 我怎么会 并且 我们聘请了专门的网络人员 发现配方发送的时间 是中午午休时间 那么请问 谁在这个时间 单独行动过呢 午休之前最后走的 只有白灵飞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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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完饭之后看到她了 也只有她在 不 不是我 大家看 真的有邮件啊 大家看 你诬陷我 人证物证俱灾 你还敢狡辩 董事长让我告诉你 你被开除了 现在 拿上你的东西 走人 你别哭了 你别哭了 谁啊 你别哭了 你别哭了 谁啊 徐静珍 快开门 徐静珍 怎么了 这么晚 是谁啊 白灵飞 你不要像个破妇人 徐静珍 人类你早就跟他搞在一起了 你是个复兴男人 你搞清楚 他要娶的人是我 你依靠他的关系 这次进入米娜 被扫地出门是一定的 别像个疯狗在这儿乱咬着 你个渣男 我行 白灵飞 你自己也是个渣女 你凭什么说我 当初 是你介入我和孙伟一之间的 徐静珍 你什么意思啊 当初是你跟我说 你跟孙伟一没有真感情 全是商业联姻 跟我的感情才是真的 你还真相信 谁和谁在一起的时候 不说自己是真爱 我以为你清楚自己的定位 你我不可能走到最后 你我不可能走到最后 再说了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给过你那么多金钱和事业上的帮助 你应该知足 可是之前 你明明告诉我说我才是最适合你的 你跟我说 现在 我到底算什么 你那么聪明 你觉得呢 我以为你够懂事 没想到 你那么天真 露西 才是真正配得上我的女儿 门当户对 我们在一起之后 两家的资产就会迅速飞升 你能给我带来什么 你只不过是我无聊的时候 用来打发时间的罢了 世界阵 现在公司的业绩稳不上涨 到时候 我们可以换一个大一点的工厂 办公室也给大家换一个大一点的 我们再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 好啊 你怎么了 我有点担心 付不解更贵的房租 这有什么呀 有我啊 可是我答应过你 我要养你的 这有什么关系啊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之前都是你帮助的我 你的公司现在稳步发展 可是我呢 还是一个小小的修车工 我感觉我现在配不上你 没有 没有 唯一美妆能有今天 你功不可没 我能走到今天 也都是因为你 不要再让我听到这样子的话了 嗯 嗯 白泽柳 白丁妃 开门 你怎么喝成这样啊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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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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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怎么了 他出轨了 他骂我 配不上他 他还说 我就是他用来打发时间的 他这种渣男 你何必为他伤心呢 思维依 你怎么在这儿 我跟我男朋友的家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 你就是来嘲笑我的是吧 算了 算了 态度好一点 好一点 走走走 我们去那边 我们去那边 就算了 卫一 今天晚上 让他留下来住吧 我又不是冷血无情的人 卫一 我就知道 你人最好 这是我的 这是我弟做的早餐 我不能吃吗 你让他住了平秘里 他就上班了 这里我说了算了 孙文艺 你住在我弟租的房子里 处处要他照顾 我警告你啊 你别跟我耍什么花样 你怎么耍花呢 我跟你弟谈恋爱 互相关心 互相爱护 怎么叫耍花样呢 那我是她亲姐姐啊 您也要对我恭敬她 不可能 莉莉 这是我的简历 之前我们都是同学 我的实力你最是清楚的 你的实力我自然是清楚的 这要放你没进米娜之前 你是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的 这是什么意思啊 现在全行业都在议论 说是你泄露了 米娜的化妆品秘方 那是罪赠陷害 不是真的 但是你没有能力 证明自己的清白啊 泄露行业机密 可是大忌 现在你已经被拉入 全行业的黑名单了 我今天来 是看在我们曾经是同学的份上 灵妃 你别怪我 以后有事你在微信上找我就可以了 别来公司找我了 这样不太好 你又喝酒了啊 我没有 没有一家公司肯要我 我是不是很幸运 别喝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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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会走 慢点 我找不到工作 来我帮你找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没有工作 公司也不要我